这个是我们抽好的一款浆料 抽这个浆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抽空气进来了 里面如果说有气泡 你让它立起来 这样子让它静置个几分钟 然后带个泡泡出来了 泡泡出来把泡泡挤压 把泡泡给它挤掉 挤掉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头 这个头 直接这样子插进去 你要拧一下 这样子挤一下 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 安装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 这个 它这个可以快速的 比如说我们快速的退 快速的定 但是先把这个运行模式改成 那个手动的模式 单动的模式 然后这就可以这样子去操作它了 表示你这样子动它动不了 然后我们退退一下 退到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垮到这个槽里面 这个位置不对 不够就会 不够我们再定一个 好 定点差不多这样子就行了 好 这里 拿这个把它给抱住它 这里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有几个技术要领 有几个要领 我们要注意一下 一个 是这个挤压头的 挤压头的这个间隙 间隙的要选择 我们要给它固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 算一下 这个间隙 我们现在设定的 用的是 0.2毫米厚的 那么0.2毫米厚 100毫米宽 那么它的截面积就是多少呢 就0.2乘100 就是20毫米 就20平方毫米 20平方毫米 对应的就是 20V升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对应的 这个 对应的在这里 我们选 选这个 比如说 这个规格 你可以在这里定 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这个注射器 它的内径 就是22毫米的 那我们就选22毫米 假如说你 你19.5.2毫米的 或者说29毫米的 或者说 你有一个规格 是这里面没有的 你可以自定义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 20毫米的 那你就在这里选20毫米 是吧 一定要跟你这个注射器 就跟这个注射器 一定要匹配 你要去测量一下 我们随机配的 就是这个22毫米的 还有一个就是19.2毫米的 还有一个29毫米的 然后这个 这个要怎么去选它 我们根据我们的图 图的来 比如说 我想图800毫米长 你图800毫米长 对不对 那我们的横截面积 是多少呢 横截面积刚才算的是 20平方毫米 20平方毫米 乘以800 那就是 16,对吧 16,需要多少毫升的量呢 就是16毫升 一毫升等于1000毫升嘛 那么需要16毫升 那你根据这个量来选 我们至少要大于16毫升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选 你看 这个这个一个规格 它就选的是 到这个是50毫升的 50毫升我们就可以打两次 打两次的话 那那那 这个这个我们就来 假如说 你图的更厚 那你的布 直径也要更大 你要算好 你要够量 量要足够 就可以了 量要足够 然后你这里要选择 对应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说量太大了 泵太大了 就是这个注油器太大了 然后这个管子 因为很细嘛 你要涂的比较厚 那我们的涂的速度 一定要要匹配 把它速度降下来 不要太快了 太快了 到时候这个管子太细了 它走掉走不过来 所以也会容易出问题 我们在这里测 我在这里测 我们建议值啊 你这里 比如说 这个100微升 每秒钟 就是它的流速 它的流速 要需要跟那个 涂抹机的 这个速度匹配 涂抹机的速度 我们设定的是5 对不对 5毫米每秒钟 刚才我们算了 它的那个 挤压头的 横截面积是 20毫米 那你一秒钟 走5毫米 对不对 5乘以20 就是等于100 对不对 就是5乘以20 这个20跟这个没关系 20是在哪里来的 就是这个挤压头的 这个挤压头这里 挤压头的 它的厚是0.2 它的宽 是100 100乘以0.2 等于20 20乘以这个5 20乘以这个5 就是5毫米每秒钟 乘以5 就得等于它 等于它这个100毫米 100微升每秒 就是挤量 你要挤到100微升每秒钟 那边走带的速度 是5毫米每秒钟 如果说我们改了 那个速度 假如说我改成3毫米 对吧 3毫米每秒钟 那你相信的 你这里就改成60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速度要匹配 100 好吧 然后这个流速 是根据它这个直径来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 这个泵 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量 一定要匹配 一定要对应 这个直径 要跟你实际用的直径 要对应关系 要是对应的 然后这个走带的速度 还有这个挤压头的 这个厚度和宽度 这个是必须要去匹配上的 就这几个技术要领 之前因为它没有算准 所以容易出问题 一直调没调好 我也是在摸索了好几天 然后才把这个这个这个给它 做好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弄好了 然后这个是刚才涂的 刚才涂的那个 刚涂的它现在已经干了 干了之后我们把它运 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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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之后呢 我们上上这个料 上这个料 这个料的用过通过机的应该很简单的对 这个料我们在前面稍微留长一点 然后我们建议是你的这个买料的时候你就买200毫米宽的 我们这个真空板是200毫米的对吧 好 这个这个料上面不要弄有油啊 用弄的有脏东西啊 如果弄的脏东西的话它就容易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水汽的水汽的料 它就很容易就是在那个上面有一个小奥点出来 我们在吸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不规范的操作啊 你要带手套或者说你用不撑子 再把它给你继续打 看 把它继续打 再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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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我洗好了 你把这个飞料放上来 我这里放了一个一个夹子 就是固定它的一个端子的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我们出货的时候它有一个卡子卡在上面的 好 哇 不好意思 这个这个掉了 这个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料这个这个头怎么装的 这个这个头怎么装的 这个头这个管子从这里出来直接插进去 然后这里面 然后我们给它 对在这里 它可以拧紧就可以了 好 现在拧紧了就可以了 这个管子不要拧紧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刚装好 这个这里啊 这个位置啊 它就可能有一点见气 我们先 先不连机 先给它手动的 挤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 先把这个给它擦掉啊 我们先挤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 看一下 看什么呢 看有没有堵住的口子 那有时候 有时候姜料上面有一点颗粒 它会堵住它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你突破一次之后啊 干了之后 它有可能会干掉一些 然后也会堵住 我们挤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把料送过来 这里面有空间 这个管子里面有空间 我们先把它给挤过来 先看一下 我们看啊 它再挤 它再往前走 对吧 但是呢 它没有点料出来 我们看一下 等它料冒出来了 就可以了 它这个料 这里已经挤出来了 对不对 挤出来了就 让它稍微多挤一点 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给 抹干净 抹干净一点之后 装在这个里的时候 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 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间隙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涂的是 20毫 0.2毫米厚 对不对 涂到0.2毫米厚 那我们那个 那个喷头 离这个台面的距离 我们原则上面 比这个 呃 0.2稍微大一点 我们调到0.25左右 是吧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 我够 嗯 把它银停它 现在 给你 狮猎 它就可以 Inspirai 实际 来看一启动 它就开始这边在走量 这边这里这里在走 这前面就是以5毫米每秒钟的速度在走 这个挤压的 因为没有连击 要把这个连击模式打开 你看它这个就是开始在挤压了 这个这个转 它这个速度就是以100V升每秒钟在往前面挤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前面刚才没有连击一启动的时候 前面这一段它是空白的 还没有走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不管它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我们从这里开始你看它图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这里是在转 你看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比较 比较明显在转啊 因为你这个看着它微动 看不清楚 我看到这些黄色的黄色的很多 它是属于一样的 就是正在转出的 刻意调的 这一块铁是一个 但是一块铁铁是一个 不一块铁铁